美国拼命扼杀俄罗斯 原来是为了对付中国 原因不出所料 五大迹象显示 美方正摩拳擦掌 下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中国 21号拜登公开表态 美国与其盟友 正在为乌军提供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展开行动 就在不久之前 美方才为乌克兰双手奉上了 高达8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员计划 而近日 由美国带领的激活集团 还将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 不得不说 美方为了支援乌克兰是真的下了血稳 但坦白说 这件事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非常诡异 随着俄乌冲突预发激化 西方渐渐顶不住了 不要说德国防长已经公开表示 德国已经没有武器库存可以援助乌克兰了 就连美国 包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内的很多政客 都认为援助乌克兰过多 已经超出美方负荷 米利甚至直言 俄乌冲突打了两个月 已经消耗了美军一半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库存 目前乌克兰对西方援助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西方还继续援助乌克兰 必须加速投入 那么可能要不了多久 整个西方都会被拖垮 而且还根本没把握战胜俄罗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西方为了自己主动对俄让步 做进俄乌冲突降温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现在拜登却不退反进 带动整个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难道不是在自杀吗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美方正在拼命扼杀俄罗斯 而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想马上击溃俄罗斯 然后围剿中国 18号著名学者邱义发表了一篇 题为美国对付王俄罗斯 下一步将全力压制中国 我们准备好了吗的文章 在文中 邱义列举了近段时间以来 美方行动中透露出的五大迹象 证明现在的美方下一个目标 就是中国 第一 日本正在疯狂推进强化进攻能力的议题 美方目前并未表示出明确反对意见 似乎有放松的打算 第二 韩国新总统尹熙悦 放话支持加强萨德 并希望美方部署合物 第三 美国意图召开东盟峰会 近年来 美国多位高官和战略专家都指出 要在中国周边拉拢盟友 甚至希望美方在中国周边国家 部署大面积进攻性武器 如果拜登真想这么做 那么东盟显然是个很好的选择 第四 开启对台军兽 意图强化台军阻挠两岸统一 第五 积极打台湾牌 试图借台湾问题 搞政治讹诈 打压中国发展 这五点没有一样是造谣 全部都是近段时间以来 美方积极推进的 可见 秋一的判断是正确的 美方打压俄罗斯 除了俄罗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过于密切 而且俄罗斯的能源也对中国有利 所以美方必须先行击垮俄罗斯 然后基于日本韩国 东南亚诸国 对中国形成准包围态势 不过美方的阴谋已经被中方察觉 目前大陆不但积极打压台独势力 并且与俄罗斯加强合作 美西方想整垮俄罗斯 自己反而是越来越疲软 按照这个趋势 可能俄罗斯还没有倒下 西方就先垮台了 那还谈什么先击溃俄罗斯 再扼杀中国呢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